《桃花源记》 我把这个桃花源图从盒子里面拿出来 哎哟,好重啊 好重,好重,好重 好,这个画的就是桃花源记 也就是我以前背桃花源记很容易背 我只要画个图 因为陶渊明他写文章啊 他是完全用画面来写的 就好像归曲来词一样 而且甚至是一个镜头跟到底 所谓的一个镜头跟到底 就好像是写电影剧本一样 今天我们看桃花源图 我们知道桃花源记的话 就可以看到它就是像拍电影一样 一个镜头跟到底 好,我们现在准备这个电影要上演了啊 嗯,打开来 来看 一开始他先交代人帝是实物 禁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这个,在禁太原年间 在武陵这个地方 有一个人他是捕鱼为业 你看多简单 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我把这都交代清楚了 然后接着 圆西行望路之远近 就是他沿着西啊 在华城啊 然后望把路的远近给忘记 他,陶渊明想写的很讲究 他必须要讲说望路之远近 如果他说这是他常常走的路 那麻烦了 他发现桃花源之后 他怎么后来就找不到了呢 就表示他今天好像进入时光隧道一样 嗯,突然 嗯,不记得了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哇,看这个桃花林 呼逢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影缤纷 哇,你看 这个镜头是不是就这样子 跟这个愚人就在这 在这边 在划船啊 看到桃花林 夹岸数百步很远的距离啊 都是桃花 这个中无杂树 完全没有其他的树 芳草鲜美 到这个 芳草鲜美 落影缤纷 如果拍电影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镜头前面 撒这个 这个这个桃花 撒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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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草鲜美 落影缤纷 愚人甚一枝 愚人觉得奇怪 不前行 欲穷其林 临近水源 继续往前走 打算要走完这个树林 临近水源便得一山 哦 看到个山 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哎呦 从这小口往里头看 他把渔州在这记好了 往里头看 好像有点光线在里头 便舍船从口入 就把船放下来 然后从这进去了 初级霞 才通人 步行数十步 一开始 你看没有 这个这个地方 好小好小哦 OK 一开始只能够一个人通过 但是后来 再走几十步 豁然开了 哇 这个小洞打开来了 到了外面了 豁然开了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拍电影 我们用个大圆景 大大的圆景 来拍这个画面 啊 豁然开了 土地平况 物色俨然 物色很整齐 有良田美池 有肥沃的田 美丽的池塘 有桑树 有竹子 千末交通 齐全相闻 注意 它是先游静态 大圆景 没有声音 那 这个土地平况 物色俨然 没有声音 有良田美池 桑株之鼠 没有声音 渐渐往里头进来 千末交通 齐全相闻 有这些狗狗啊 就开始 到细节了 前面没有声音 后面有动态 而且有了声音 非常好的 讲究的 写作技巧 其中往来重作 这个时候 它更close up了 它的这个大特写的镜头 往近了 原来是一大片 物色俨然啊 这个良田美池 桑株之鼠啊 鸡犬相闻啊 咕咕咕咕咕 然后这个 咕咕咕咕咕咕 都来了 鸡犬相闻 其中往来重作 你看没有 往来重作 又比较近景了 男女衣着 细如外人 跟外人一样 男女穿的衣服 跟外人一样 黄发吹条 并宜然自乐 他们的服饰 他们的法饰 都跟外面的人差不多 并宜然自乐 当你觉得他 宜然自乐的话 那你就看到 他脸上的表情了 所以 如果你拍电影 你就从一个大远景 逐渐拍中景 然后拍近景 然后拍特写 到人的脸上 这时候 跟鱼人碰面了 因为你已经越走越近了 见鱼人乃大清 哎 你谁啊 问所从来 这个 问所从来 巨答之 就这个鱼人就 他们问呢 那鱼人就就就就讲了 说我从哪来 从哪来 便邀还家 就请他 到家里头去 你看这 这人家 在竹林里头 人家 涉酒杀鸡做事 也叫做食 OK 哇 吃酒给酒啊 又杀鸡 做好吃的 村中文有此人 村中的人 听说了有这个人啊 听说这个鱼人到这来啊 闲来问信 都跑来了 都跑来了 好奇嘛 至于 自己就说 我们呢 是以前我们的祖先哈 避秦时乱秦朝的时候乱嘛 帅妻子啊 跟我们的乡人呢 一起到这来了 来此绝境 这个绝境 跟与世隔绝的 不复出烟 OK 不复出烟 你看 开心哦 喝酒哦 开心哦 OK 来 再往这儿 所以与外人见客 就跟外人分隔了 问今世何世 乃不是有汉 无论未尽 就是这村子里面啊 问现在是什么时代啊 他们这些桃花园的人居然不知道有汉 更不用说喂跟进了 此人就是讲究于人 就一意为俱严 就把他所知道的 咋七咋八 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听到的人皆探问 所闻皆探问 大家就说 哇 经过这些事情啊 皆探问 于人各父爷 这个严治其家 各自啊 又把他呢 这个请到家里头去了 严治其家 接触九次 都请他吃好东西 停树日 停树日 辞去 不能待太久了 他要回家呢 他家里头还有老小呢 这愚人说 我得走了 我得走了 停树日辞去 此中人欲云 这里头的人就说 哎 拜托拜托啊 不要跟外人说 我们是隐居在这儿 不足为外人道也 不能跟外人说 然后这愚人 祭初 这边可以看到 那个他们这些 桃花园里面的人 送他到洞口 都没有进到这个洞里头 然后就跟他说拜拜 拜托拜托 为我们保守弊平啊 但是 这个愚人很差劲哦 祭初得起船 便扶向路处处置之 他找到了他的船啊 他就沿着原路走啊 四处都在做记号 你看坏不坏 这语言很坏哦 哦 很坏哦 他还要回去 而且呢 一到了县城里头 就去跟吉郡下一太守 跟太守 就是说了 跟这个呃 官员就报告了 跟太守说啊 如此 把这些事情前年后都说了 太守及遣人随其往 太守就派人 哎 说的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啊 我们去看看 我们去看看啊 啊 寻相所致 找他们以前 所 找这个愚人 做的那些记号 睡迷不复得路 找不到了 那些记号可能都不见了 哇 这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 里头桃花园里面的人 其实 也偷偷的跟着他 出了洞口 看着他 啊 找到了船 看着他往前滑 然后这些村民们 说不定还有武功的 高强的 村民们就 就跟着 咻咻咻 你做一个记号 我就给你拿掉 你做一个记号 我给你拿掉 做一个记号 给你拿掉 所以那些记号都不见了 这边说 南洋留子记 南洋地方也可叫做留子记 高尚是也很高尚的 是高士 文芝听到了 欣然归往 哇 这个地方好啊 我去看看 我去看看 未果 没成 就死了 寻病中 厚岁无问心者 他怎么死了呢 所以我们也可以猜 哎哟 他就死的不明不白哟 谁让他要打破烧锅 问到底 谁让他非要去探索这个桃花园啊 搞不好那里面高手来的 康桑 OK 为果 寻病中 不一定是病中 厚岁无问心者 后来就没有问心者 你可以看 陶渊明 他写这个 一个镜头 跟到底 嗯 你如果摄影 除了一开始 静太园中武陵人补育为业 这你可以打字幕 圆西行 望路之远近 呼逢桃花林 夹暗树 不忠无杂树 芳草鲜美 落英缤纷 愚人身一局 复前行 那镜头跟着他 嘎嘎 划船 一穷其林 要走完这林子 临近水源 到了水源 源头这个地方 变得一山 哇 看山 这时候说不定的镜头可以看 拍山 然后镜头再低下来 拍这个渔夫 然后山有小口 仿佛若有光 然后就拍这个山有小洞 然后拍这个渔夫 就走进洞里头了 初级下才通人 步行舒适步 豁然开了啪 大圆景 把镜头拉开 土地平荒无射显然 有两天美尺桑竹之鼠 千墨交通 注意镜头缩小了 鸡犬香蚊 哭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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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闲来问信,自寅,先是必秦时乱,我们的祖先必秦时乱,来此决定,不复出见,不再出去了,所以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事,现在是怎么样啊,什么,不知有汉,更不用说未尽啊,这愚人讲了,他们的眼睛都瞪着,眼珠掉满地了,OK,愚人, 还继续讲,各父严至其家,都又请到他们家里头去,接出酒司,都请来吃好东西,停书日辞去,这个愚人真不错啊,他怎么会想着在这个好地方待下来了呢,他还是很有责任心的,因为太太在家等他啊,此众人欲云,富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传,便浮向路,沿着路,处处置之, 急俊一下,到了一家,然后拍,他就跟太守说,哎呀,有什么什么什么地方,跟太守,在衙门里头拍,OK,太守即遣人随其往,有人就,哇,去个高手,跟着余夫,一起去找,你不是说你做了旗号吗,怎么找不到啊,寻相所致,遂迷不复得路,找不到了,南洋留子记,高尚事业,闻之欣然归往,也想要去,为国,寻病中,后孙无问尽长。 从头到尾,像是画了一个圆,多好啊,你说我怎么样把这个被子这么熟,很简单嘛,你画这样一个图,你就被熟了嘛,所以有很多东西,你如果要被,你可以用画面来帮助你,你也可以根据文字来画成画,今天讲桃花园,桃月明的桃花园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